对于原本高质量的影视剧剧本 观众最怕的便是遇到佳戏 魔改浪尾这三种情况 可娱乐圈的明星却一再为我们证明 有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前有陈浩宇让三大主演成为他的背景版 后有孟子义戏粉前面反潮其他女性角色 还有哪些一看就是戴资金族的演员呢 这里是夏天与子江 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那些差点被佳戏毁了的剧吧 首先有一些戴资金族的演员 演技插刀让观众觉得我上我也行 对此落跑天心里的女主角郑亮星首当其冲 这部剧改编自日本漫画偷偷爱着你 早前无论是艾拉与无尊版本 还是库北镇西语小丽巡版本 全都好评连连 可2013年这一部却活生生演成了一部烂眼神区 剧中张亮星饰演的尼树雷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偶像上涵飞重返跑道 于是女伴男装潜入华管男校 无论是遇见男神还是与同学交流 她的表情极其夸张 每一次出镜都让观众想要逃跑 网友至今都无法指示她的表演 看一次害怕一次 不过正亮星曾回应说 是导演要求她要这样演的 此外这部剧可以说是毁掉了她的前程 正亮星自从这部电视剧之后 直到2018年她才得以正常接戏 其次有一些有钱人甚至直接给自己开了一个剧组 黄胜一曾在吐槽大会节目中秀过恩爱 先是吐槽老公杨子就是一个细腻的铁憨憨 她自曝之前在横店拍戏的时候 杨子每天开车往返6小时来看她 后来觉得这样成本太高 于是就带资金组了 随后黄胜一还直言 自己的人生中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 也正是杨子给她带来的带资陪伴 看完这段网友纷纷折忽 有钱人确实可以为所欲为 众所周知 杨子带自信的组就是天仙佩 黄胜一在其中饰演七仙女 杨子则是董勇 还有杨公如 蔡少芬 呼克等一种女星为其作配 其中最搞笑的一幕 就是众仙女围着熟睡的杨子 不停夸赞她的英俊潇洒 像不提杨子的演技 这一幕大概就是最初的 演员颜值与角色人设严重不符 三生三世世里桃花爆火后 观众纷纷期待起了第二部《真上书》 后来再次看到迪丽热巴和高伟光的阵容 观众大呼期待 但其实在定下阵容之前 女儿刘雨昕一度引起争议 据悉在三生三世系列IP还没有爆红的时候 刘雨昕就非常喜欢这本书 她很早就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 并计划自己出演书中女主角凤九 但2017年势力桃花大火后 迪丽热巴扮演的凤九也随之深入人心 于是购买版权的刘雨昕不得不忍痛割哀 邀请热巴继续出演凤九 不过刘雨昕还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女儿的角色 剧中由她饰演的结衡被嫉妒占据了内心 暗中做了许多破坏主角感情的事 正因如此 不少网友从角色上升到了演员 不仅吐槽她领腔出戏 还有人质疑她详细为自己加息 对此就算刘雨昕的助理表示过 从交出版权后就无权干涉了 更别说加息 可舆论的攻击一直未曾停止 最后刘雨昕选择了退圈 再也没有参演过影视剧 无独有偶 张梦也遇到了与刘雨昕类似的问题 自杀海播出以来 观众对吴磊和秦浩的演技表示感叹 但张梦饰演的苏男却引来了不少负面争衣 先是上级脸肿 皮肤妆孔不佳的问题 后来又因为亚帆以及戏份多过女主杨蓉 而被认为是戴自信组 就在此时 雨昕竟然也来错了热闹 为了挺杨蓉 她回复了相关粉丝的评论 并表示我们的职称是演员 人家的职称是老板娘 不一样的 对于雨昕的暗讽 张梦也直接在微博爱着她 并回应道 这么好的戏还真像戴自信组 只可惜出品方不让 后来原著作者南派三叔 也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 她称自己宁可低调一点 可悲好一点 此外 给配角佳系加到多过主角的剧 也不止杀害一部 演员曹西文凭一己之力 让两部大制作处于风口浪尽之上 清平月一经上线就引起了不少争议 她所饰演的教系婆婆 本是原著中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路人 可到了影视剧里 她不仅有了角色名字贾玉兰 就连人设都十分光辉伟大 贾玉兰既是陪伴贵妃多年的亲人 也是能为其出谋划色的军师 甚至为了贵妃 贾玉兰还自愿尾身于朝廷重臣 而这也不是曹西文第一次 赢加戏引起争议了 早在2018年 你和我的新城时光开播时 她就被爆出带资金组疯狂加戏 剧中曹西文饰演的格雷斯 是改变后新家的人物 不仅一跃成为女儿 还想了原著中朱寒静的官配CP 有的朱寒静的扮演者在微博上吐槽 拿到手的剧本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除此之外 曹西文在剧中的戏份 甚至直抄女主赵丽颖 据统计 某一集44分钟的剧情 曹西文的角色格雷斯 出现了20多分钟 而女主赵丽颖仅上限4-5分钟 豆漫上有一篇剧品叫 论戴斯劲组的演员角色 如何毁掉一部五星好剧 没错 说的就是破冰行动中的陈柯 破冰行动阵容强大 制作新凉 但后期剧情却有了很多 罗基印上和注水戏 究其原因 李莫知逃不了干戏 由他饰演的陈柯在面对 为救他而牺牲的女儿马文时 他毫无作用 只知道苦 可一旦脱离危险 陈柯就是全能的 蔡晓琳住院时 他在妇产科 李飞受伤时 他在外科 连演DNA做性子限定 还是要找陈柯 此外导演曾一度给陈柯 和黄锦瑜饰演的李飞 安排了感情戏 是在黄锦瑜极力反的之下 这些暧昧戏才没有保留 因此 虽然李莫知曾为戴自仙族的 传闻澄清 并表示 倒想我能有钱到那个份上 但网友还是无法原谅他 这样优秀的证据 不应该被资本 或是一个不及格的演员毁掉 2019年 九州缥缈录播出 前期南华三人组 研制在线 演技精湛 可直至三十期左右 网友开始惊呼 我第一次先到搞诈骗的剧组 在陈柯宇饰演的 《白周月》上线后 他生生插进三位主演之中 剧情因他变得更加脱离主线 家的感情戏 更是难以逻辑自掐 直到第四十七集 距离大邪局还有九集的时候 宋祖儿饰演的女主 宇然匆忙成为武神 落得一个在神庙 孤独终老的邪局 反观演员表上 第十四番的陈浩宇 他先是抢了原著中 其他角色的高光剧情 登记为女帝 然后代替宇然 作用了刘浩然饰演的 男主角阿苏勒的爱情 最后还有男儿吉野 给他下跪 表示自己愿为马前泽的场面 自此 两大男主人手完全崩塌 粉丝暴怒 另外扮演吉野的陈若瑄 在采访时表示 他和导演吵过几次 因为不想让吉野 这个角色太单薄 原著作者向南也说 小说本应在长大后面澄清 如今的剧情 是由另外两位编剧 改编的新剧情 顺带一提 观众为何直指剧组诈骗呢 这是因为宣传前期 陈浩宇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而且剧方没有一次透露过 阿苏勒和小周既然是官非 最后原本铁三角 有关权谋 反抗宿命的深刻故事 就这样变成了 小周公主上威西 九周飘渺路 也变成了九周诈骗路 同时2019年属西党 陈青令播出后好评不断 肖展和王一博 两位演员自私爆红 而剧中的女主角温琴 却遭到了观众的强烈排斥 剧中温琴明明是个好人 但观众却希望 她赶快领合饭 网友究竟为什么 对她有那么大的成见呢 究其原因 离不开代资金组四个字 众所周知 陈青令事部双弹主大作 小说中的温琴 也只是个出现不到 一半就下线的小配角 然而到了拍戏时 有传言表示 温琴不仅摇身一变 成了女一号 还与魏无限 蓝忘机 江城三个人都有感情线 好在路透图 饮得书粉强烈不满 最后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温琴躺在魏无限怀里的片段 也被删除 回来等到这部剧播出时 温琴的戏份 虽然没有网上传的那样多 但相较于原主 不依不饶 虽然孟子义曾多次发文解释 但观众与粉丝 却并不会买伤 搞笑的是 没有人专门剪辑了 没有女主角的 《无情无义》版本 2019年两部佳戏的电视剧 一部被书粉扼杀于摇篮 一部被毁得面目全非 观众只能表示 躲过了孟子义 竟然没有躲过陈浩宇 此外 吴亦凡陨落之前拍摄的 最后一部戏《青三行》 也可谓是佳戏家道书粉 怀疑人生 原著《三中路》 讲述了女神探黄子霞 眼中的大腾社会风情 从被人诬陷的罪犯 到魁王府的太监 黄子霞通过调查案情 终于喜新冤屈成为了王妃 可以说杨子饰演的黄子霞 是原著里唯一的大女主 可到了剧版 不仅传出现场飞烟 将女主高光剧情 架下在男主身上 更是有了阴阳剧本 以及以李淑白为主的 第二部《天和星》 直到如今 《青三行》已无一番难产 对于追求还原度的书粉而言 或许是极大的意外之喜 不过戴资金组 也并非全是坏事 流浪地球拍摄时 原本只客船一天的吴金 发现剧组太穷 张定好的投资 也意外被撤 吴金便大手一挥 投资了剧组六千万 最后这部电影《大红》 被誉为打开了 中国科幻片的大门 而吴金也靠影片分红 占得盆满钵满满 最后 演员是否真的在资金组 观众不得而知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或多或少地 影响了剧情 如果影响少 那就无需苛责 但一旦让剧情出现问题 就难免面临 观众的质疑与告兵 还是希望演员 能够追求真正适合 自己的角色 而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 虾米匠们 你们如何看待 这些戴资金组的演员呢 你们还知道 哪些赢家戏 毁了一部剧的演员呢 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将怎么给你带来 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